新不成一家在92年的聚集里就收到过流感爆发 而且是通过快递大面积传播 病毒来自于日本大阪某个加工厂 流水线上的炸汁机被装进快递盒 生患流感的工人一个喷嚏 就把病毒留在了盒子里 随着炸汁机远消海外 每个收到快递的人都被这种病毒感染 病毒不断复制去街上捕捉更多的人 春天阵转眼就有300多例感染 孩子上学前必须先测体温 麻吉看了看没毛病正常的 但以巴特的尿性肯定是希望自己发烧 这样就能在家偷懒 妈妈再撤我一次吧 巴特含起体温计心中默念 烧烧烧 体内的免疫系统本来已经干趴病毒 但是上头有命令非让他们投降 听话的免疫系统马上躺平 这神奇的体质让巴特如愿以偿发烧了 病毒面前也不是人人平等 有钱的老板黄八皮早就给自己准备了无菌室 这里连一个细菌都进不来 但是猴沫比细菌还要厉害 有吃的地方他总有办法进去 民众在医生楼下抗议 说快给我们治病 医生说人太多了 我也没办法 劝你们多喝热水在家躺好 别跑出来活蹦乱跳 当大家都病了 没生病的那个人就格外痛苦 马鸡要照顾全家老小的各种需求 其他人仗着自己有病全部躺平 饭来张口一来伸手 他们把家里的东西都吃光了 马鸡就得去超市采购 脑海里全都是大家想要的东西 他只给自己买了一样东西 头疼药 结婚状的马鸡刚到门口警报响起 老板让员工去看一下 他一眼看到马鸡的口袋里藏着的酒 想不到啊 道德模范马鸡 你也干着偷偷摸摸的事 老板立马报警 警察听说对方是手无寸铁 慈眉散目的马鸡 马上把派出所里的车都开过来 围住小卖部 里面的人听着 赶紧投降 顺便带两杯咖啡出来 马鸡摊上市了 保释出来后去找律师 说一切都是误会 我当时迷迷糊糊 自己都忘了口袋里 还有一瓶酒没拿出来 律师看了看省这个案子的法官 说不太妙啊 我跟他有点过节 前两年开车给他的儿子创了 后来他经手的案子 我就没赢过 何墨西想多大点事 我去找阿布 肯定会给我点面子的 阿布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不要起诉马鸡 我可是你的老客户 阿布行什么老客户 你不就是经常来免费试吃吗 那就是白嫖啊 白嫖党现在是人人喊打 还有什么面子好讲 派出所的警察在真杀拿的时候 悄悄告诉镇长 告诉你个秘密 马鸡因为偷东西被捕了 千万不要跟别人讲啊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秉承这一精神 镇长举办隆重发布会 说马鸡因为在商店里偷东西 被抓了 从今天起 马鸡突然成了镇上的坏人代表 街坊们私下谈论的 都是马鸡过去的劣迹 哼上次给我们做的免费薑饼 里面竟然有根头发 跟你们讲 马鸡一只手只有四根手指 坏人放下屠刀能成佛 好人变成坏人也是一瞬间的事 连大山人弗兰德看待马鸡都不一样了 马鸡在大家喝了口水后 要去上洗手间 弗兰德夫人马上去跟踪 偷窥马鸡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 令我比较震惊的是 弗兰德家的厕所墙上 为何留着一个孔 这是细思极恐 马鸡只是想摆正话狂 弗兰德夫人立刻警告她 不要动任何东西赶紧出来 法庭开审马鸡的案子 请来的证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马鸡的丈夫挣钱不多 家里一团糟 这样的生活 马鸡不喝两口怎么熬过去 没嫌买酒 只能去超市里偷了呗 马鸡的律师也不是盖的 他上来就问阿布 有没有可能记错了 阿布表示 不可能我记性可好了 能记性圆周历后面的第四万位 我记得是一 律师就不信了 你的记性那么好 那还记得我的领带是什么颜色吗 阿布自信打跃红白相间的领带 律师一边打岔一边解开领带 说令人震惊的是 我没有记领带 人生很容易产生错觉的 记错一点东西也丝毫不奇怪 阿布听完开始怀疑自己 法官听完却波澜不惊 兄弟你拆领带也就算了 为什么连裤子都脱了 一通折腾下来 法官还是判了马鸡有罪 三十天的劳饭少不了 家人们一把鼻涕一把泪 跟妈妈告别 法警的无情迎手拙脱走了马鸡 阿布说这个人关进监狱后 我们的小卖部就彻底安全了 就在他们忙着打官司的时候 铺子被绳头连根拔起 说是要脱去墨西哥卖了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监狱的上空阴云翻涌 马鸡第一次吃老饭 人生地不熟的难免心慌 同房的御游是个健身达人 因为用小拳拳捶老公的胸口 老公就不争气的嗝屁了 马鸡虽然略感害怕 但监狱生活也有幸福的时刻 比如到了饭点就能吃饭 虽然口感不佳 但好歹不用自己做饭 不用伺候一家老小 亲生妹不可思议的看着她 感情你们家老公从来都不做饭 伺候你吗 马鸡说也不是 我记得她做过一次 生活无法自理的侯莫 就是要在家里怎么带孩子 她苦思冥想约法三张 从现在起 喝水直接对着水龙头 这样不用洗杯子 吃饭对着水槽 这样不用擦桌子 你们的衣服穿脏了 就反过来再穿 在侯莫的带领下 家里很快变得没有净土 孩子们的衣服也反反复复穿了几轮 侯莫实在没衣服穿 连马鸡的婚纱都不放过 别人家的孩子上学 带了香肠和奶酪 巴特的便当盒里 只有沾了花生酱的扑克牌 物质上的匮乏 并没有击倒巴特 但学校里的混混 总是嘲笑他妈妈吃牢饭 巴特想了想 你妈妈不也在牢里呢吗 监狱积押了人的欲望 正常的生理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但这也不全是坏事 匮乏的东西 得到时反而格外相甜 夫妻探监房里的侯莫扭扭捏捏 但马鸡早已按捺不住洪荒之力 正常最近在募捐 准备立个名人雕像 各种意脉搞得如火如荼 但是有些姜饼还是马鸡留下来的 各位道德圣母表示 不能卖马鸡的东西 于是意脉捐款就少了15块钱 这15块钱看起来不多 但刚好卡住了雕像的预算 想要林肯的雕像差一点 只好弄了一个便宜点的 大家的情绪很大 因为卡特在任的时候通胀很高 失业率也不低 军情积分一瞬间就失控了 他们开始拆商店 烧铺子 游行砸车 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 警察却一点都不慌 这些训练过的狗子终于派上用场 我特地饿了他们三五天 最适合对付手无寸铁的务合之重 街坊邻居们想了想 天下大乱之根源 在与义脉差了15块钱 如果马鸡没有坐牢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真是怀念我们的马鸡呀 于是到了马鸡出狱的时候 侯莫开开心心接她回家 小镇百姓扎堆在她家门口热情欢迎 群众的爱与恨总是来得莫名其妙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 需要吗 不需要 需要吗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